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落瓮我不講場 我是余榮樣 身邊也有鄭仲暉 大家好 我們繼續講運輸公務範疇的施政方針 在2020財政年度 其中還有特別關注到 刀根進一步的發展 刀根即是都市更新 最初叫做舊區重整或重建 重建就難了 重建就容易重建 重建就是外形 刀根兼做外形的事 包括街道比較多人報 或者將建築物的外牆粉漆一下 相當重要 其實很多大城市 特別你見日本都是這樣的 即是有些建築物 可能都是戰前和戰後之間建的 即是有80年了 它將外牆翻身 令到企理 其實余常你記不記得 沒有這個刀根會之前 澳門曾經做過一大輪 很大規模的粉色工程 有些穿衣戴帽 關鍵就是那年我不記得 我們幾周年 是不是十周年 還是幾周年 我不記得 因為當時江澤民 就來到澳門 把新馬路很多的舊樓 把它尋釋回去 那個就造成好像片場 但真正穿衣戴帽 那個是五周年 因為當時歐文龍還在位 那個才叫穿衣戴帽 初初那個沒有戴帽 你可以說穿衣 戴帽其實後面也不多 因為戴帽 老實說 它說真的不太實際 戴帽的意思 就是用一些燈光來裝飾 當時還沒有好像這幾年 有些光影 這個和環保有些衝突 但短期也不是大問題 因為回歸之前 大家知道 除了澳門 珠海整條有意義 迎賓大道 迎賓大道 都裝點到很漂亮 都是靠燈光 這些如果純粹是這樣的說話 我覺得市政署都做到 但我覺得 都跟大家對於它的期望 並非至於在這裡 修修捕捕 那麼簡單 這是其中之一 它等於你吃東西 有前菜 有主菜 還有甜品 我剛才說的粉漆 除了外場 也將附近的街道 整齊 包括街道 有行人路 有馬路 行人路 你見有些好像新馬路 不是做一些石仔 砌一些圖形 有些不是這樣 都做好一些磚砌 砌下去 但最重要是實正 否則被人發出來示威 大家對於刀根的期望 我想不自在於此 尤其是有時 譬如一些很破舊的房屋 會造成除了使用的官尖筆瓦之外 還有會造成一些危害性 另外一個 對於整個 組合發展 即是協同發展 是很有問題的 近年來 政府都做了一些事情 你見到新馬路 有些比較破舊的房屋 其中都建了酒店 旅店 旅店 坑本 如果其他的繼續去動動 尤其是2018年尾 曾經公佈過國際酒店重建 後來沒有聲氣 我都希望政府繼續推動 有些事情重建到就重建 重建不到的話 我希望拆掉它 拆掉它 或者整幅漂亮的外牆都可以 甚至可以做一個民創的地方 在營地大街 你都見過這樣的情況出現 另外阿輝哥 你期望的刀根 真正把一些舊樓拆掉 包括可以建到高層的地段 但是都要找到 建了相當多的單位 才能夠遷移一些現有的居民進去 然後才能動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換置房 即叫做置換房 或者這些香港叫做中途 用來換衝 以前最初叫做曬置 這個字是對的 曬置 曬置包括一些木屋 你知道香港到處都沒有 火捉了之後 將那些人遷曬到那裡 然後有機會有什麼再分配 但是有些一拖 就住在曬置區很多年了 住了曬置 這個曬置 由木屋去到曬置 然後就等 不過香港呢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看香港的口感這麼多 其實他們上樓的時間 挺快的 其實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期望 我想都庚裡面的整個整體計劃 不是說一些公屋 或者這一類的經濟房屋為主 刀庚 顧明師爺都市的更新 是有很多方面的 包括將舊的用得的 將它整齡它 是嗎 剛才說了 另外有些做配備的東西 配備的東西 就是例如 在這個橫琴 將來會有一片土地 我們叫澳門新街坊 如果那裏有些單位的話 也都可以遷徵澳門一些 舊區的居民進去 然後將它原來 快要塌的樓 就將它重新拆建 我想刀庚裡面 牽涉的最大一個工作量 就是法律 因為很多 法律已經定了 以往去執行的問題 另外有了法律 已經設立了一間 以刀庚為名的公司 這個前期的事情已經做了 我希望 今年隨著一些事情已經做了 2020年就起步了 這個刀庚公司 一個刀庚的委員會 兩個是不同功能 兩個是配合的 所以現在大家 對於刀庚 又有些人很關注 譬如擁有一些老齡的舊樓宇 他們對刀庚 就會關心多一點 尤其是我們看到 是右漢那些 講了很久 右漢那些不是耐 但是它是殘 但是有些真是耐 爛鬼樓附近的橫街 有些可能是戰前 那些兩層高 所以我看到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法律上很重要的去磨合 譬如關前街、冷鬼樓那些 他們很舊 但他們的業權太多 他們是獨立的業權 不像是一座大廈 大家集中那麼多業主可以找到 有些人說那間房屋是不賣的 因為它連地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在刀庚委員會也好 這個主要是刀庚委員會裡面的東西 也有些東西牽涉到業權得利動不了 它變成危樓也好 最多是拆掉它 石階就看到這樣的舊樓 你以為它是圍牆 其實是一間屋 澳門是一個有四百年歷史的古城 所以這些累積 堆積下來的東西其實是不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刀庚裡面的工作量 我可以夠膽說一定比香港重建局大 但這次市經過 應該是叫做 市經過 比較範圍大一些 剛才說把舊區游一游去 不是只是澳門半島 路環的十月初五日街那邊都要做的 所以這個範圍是比較大一些 而且配合到有些地方都有人氣 旅客的人氣 現在因為疫情原因 停了自由行而已 也沒有團客的 是不是 但是有些相信說 今個月底不恢復 六月中左右都會恢復 我都希望疫情能夠緩解 我們在這個時期又接近暑假 有些工程是方便開展的 我想刀庚這檔攤很大檔攤 有些人對於這個會 尤其是公司的成立 我們在上幾個月都說過 擔心它裡面的利益輸送的問題 所以我想在刀庚會的運作方面 一定要有很高的同學國 至於除了講這些 今年亦都會將它慶祝 澳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十五周年 所以有些東西亦都要整顧 不只是更新 但你更新的同時 一些很舊的東西 你都要看看它 有沒有些部份需要維修 以致令它不怕倒塌或壞 使得我們除名便不好了 所以這方面又是有個 到現在都有一個 一件事就是兩個部門 兩個大部門的範疇 不是部門 是兩個師 一個是社會文化師 另一個是公務民主師 雖然他們說 我是顧古蹟的 就是我們文物的 但它其實很多文物 不是說一定是一件煙槍 或者是一棟樓 這個圖門 現在我們刀庚那裡 是否屬於這個範疇之樂 會變成它做了呢 還有有些我提的 以前叫做港務局大樓 因為現在的部門 變成了海樹及水務局 但有些人都沿用舊 那個名稱來的 照叫港務局大樓 究竟有些伊斯蘭色彩的建築物 舊貌不是這樣的 所以也有些人是提 我也認為研究一下 沒有所謂 是否將它適當恢復原貌 恢復原貌又難不難呢 又或者 你的格調不完全恢復原貌 但外廠的油法 是否色彩不同呢 大家知道荷蘭縣大馬路 有些葡式的建築物 以前很殘暴 即兩層高 近年來將它油過 或者這裏啡色 綠色 這裏紅色 這裏黃色 那用色怎樣配 這個可以再仔細斟著過 多謝廢哥